来美国读书一个最最最基本的事情 就是你要保持你的学生身份有效 你不能让你的学生身份失效 或者叫这个220失效 今天我就来讲讲220失效这件事情 国际学生的220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美国读书都有什么原因 可能会导致220失效呢 我来讲一下 第一呢非法打工 大家知道国际学生是不能够在校外打工的 如果需要校外打工 你一定要从学校要拿到CPT或者OPT 但是呢就有一些学生在校外去打工 然后呢让学校知道 最后把他的身份给取消了 第二是选课不符合要求 经常发生情况是学分不够 有同学是学期开始的时候学分够了 但是他drop一门课 或者有的时候是这门课他没学好 让教授给drop了 这样就变成课程不符合要求 也有同学是网课选的过多 导致选课不符合要求 这也是会导致身份被取消的 再有一个就是因为成绩不达标 行为问题不诚信问题 导致呢被学校停学开除 在这个时候学校就会终止他的220 那么如果自己的220被终止的话 千万千万要在第一时间行动 有同学说我是想在第一时间行动 但是我当时就不知道自己被终止 其实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学校是一定会来找你 或者一定会来给你发邮件的 所以你要去多查看你的邮件 所以学生呢他无论你的签证是不是有效 但是你如果没有有效的身份有效的20 那你就没有在美国停留的资格了 否则呢你就会产生的这些非法滞留的这些黑历史 这个时候你要以后再申请美国签证 或者要继续留学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最后我想提两个忠告 就第一不要去做这些可能让你的身份失效的这些事情 第二就是如果你遇到自己的身份失效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学校的问题 或者是程序的问题 那么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来找到后人 我们来帮你来申诉 而且帮你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最后还是要完成来美国的学业 对吧 那关于保持学生身份 不要让20失效的这个话题就讲到这 这个方面是对我们所有的留美的学生 都是要知道的 好 如果你觉得视频还不错 也能帮照你的朋友室友和家人 你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分享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历程